今天支點笑片帶你看看移民英國的人為何這麼想回流 有個典型的移英港男發帖問大家 其實怎樣才能過香港那種五光十色的生活 這位港男說他去到英國第一年 因為去錯了地方 所以完全適應不到 就算之後搬去倫敦 但跟香港相比依然好像少了些東西 最慘的是他去到英國生活就默默獨獨 留在香港的朋友就嘻嘻嘻嘻嘻 娛樂就多姿多彩 令他不禁萌生了 不如索性回流吧 寧願做港珠擁抱大灣區的想法 喂喂喂 小黃人一向很憎恨港珠 很壽視大灣區 現在竟然有180度大轉變 從側面說了一件事給大家聽 英國的生活可能真的瞞到一個點 瞞到移英港男忘記了政治仇恨 作為一個專門研究疑英港人習慣性後悔行為的偽專家 小編很理解這位疑英港男的想法 當移民英國又愛玩的香港人 隔著一個屏幕看見香港仍然這麼正 還有內地比他們幻想的一百億倍 他們當然是流口水啦 你看香港什麼都可以玩 吃東西買東西又方便 假日又可以北上消費 用更便宜的價錢大玩特玩 在消費水平和香港差不多的倫敦 用同樣的價錢 你真是很難找回跟香港一樣的享受 他們最多就圍爐吃黃色經濟圈的劣食 免爲香港的生活 其實回流就很簡單 當日你高調地走人 今天就低姿態回來 沒事的 只不過有些人就為了面子 不好意思說出口而已 而這個港男就大大聲地 說了大家的內心感受出來 但是小編在這裡要提醒你 當你還是抱著高人一等的心態 覺得正常的香港人是港豬 潛意識又藐視大灣區的時候 其實香港都不是很適合你的 你回來不久 可能又會因為政治上腦 對香港什麼都看不順眼 到時又是要滾回英國